资深艺人菜头26号金船 已经在一个月前 因为肝癌末期而过世 享受71岁 消极出让外界都相当震惊 事实上菜头曾经在2018年上节目时 谈到自己的后世 当时说已经跟女儿和律师交代了八大遗嘱 其中有不插管 不抢救 死了不能公布 不要家计 公计 有人发死讯新闻就提告 别人问就说出国等等 对于后世的处理 安排的相当低调 而公司也在27号发出声明 内容写着 与家属求证 菜头大哥确实已于110年12月离世 家属基于菜头大哥遗愿 不希望大家为他难过 只希望大家记得他带给我们的欢乐 所以家属并未对外提及 菜头大哥离世的消息 也不希望揭露安葬的地点 家属也谢谢各界关心 恳请各位朋友也在关切后续 就让菜头大哥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这也是菜头大哥最希望的 许多演艺圈的后辈 包括小S Lulu 丞翰点等人 都在网上发文 悼念这位充满能量的大哥 也是大家心中永远的起居天王